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静下我们的心来祷告 是的 主 我们才值得来到你的跟前来领受你的话 以祈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 信念我们要向小孩子来学习 教我们有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相信来跟随你 所以主 我们要将这段时间共青的仰望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Amen 好 你看到这个图案 这个是什么 这边写 蛤 是什么 所以这边写 走钢线 有一次 有一次这个 呃 这个 人呢 他就走了这个钢线 他走了这个钢线 然后他 在很高处走这个钢线 每个看了都哇 很怕 可是他很快的 就成功的 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 他走完了之后呢 他就问 你们当中有谁 有谁 敢 敢 他问当中的小孩子 有谁敢骑在我的肩上跟我一起走过去 然后每个看了都很害怕 虽然知道 虽然知道 那个 这位先生已经可以走过去 可是没有人 没有想孩子敢 他敢 我会讲那边的孩子 所以每个都看了就很害怕 然后 只有一个孩子 挤出来 挤手 蔡恩琪 可是不是蔡恩琪 他是谁呢 他就是这位 爸爸的孩子 他的孩子 挤手 挤在他爸爸的肩上 然后跟爸爸一起走在钢线上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能完全的信靠他的父亲 他知道他的爸爸是可以做到 可以 不会做任何对他伤害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可以学习 就是像孩子般的来到 我们的天父的面前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马可福音有一些背景 就是在这一段 第八到第十章 我们看见神的 这个仆人 神的仆人就是耶稣 就是有各样的教导 有什么 他除了医治人以外 也有对真正的伟大 什么是伟大 怎样的人才是伟大 我们上个星期有听到 怎样才会伟大 那也对罪恶 离婚等的课题 有进行各样的教导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 我们也看到神的捕人意愿自己的死亡 所以耶稣也讲到自己会死 因为他就要朝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 所以在第十一章 我们就看到 这个耶稣就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 在今天的经文 我们便看到 耶稣以孩子的纯真来形容我们应有的这个信心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记录在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十三到第十五节 和路加福音第十八 十五到十七节 所以这两段也是跟今天的这个故事 是同样的被记录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以孩子般的信心 进入神的国呢 今天就是我们要来学习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排除对神国的偏见 对神国的偏见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耶稣在那边的时候 有人就带着小孩子来 有很多的小孩子来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 就责备 就骂这些人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给他们过来 OK 你看这边的摸是什么意思 这边的摸其实是有祝福的意思 但这个摸就是带这些孩子来 要给耶稣祝福他们 然后这些孩子 就是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这些孩子不只是会走的孩子 也包括了婴儿 那些baby也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以可能情况是比较乱的 有孩子可能吵吵闹闹的 有婴儿可能会有哭声 可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可能门徒就想 哇 很吵啊 这些孩子很吵 会妨碍到耶稣 所以不要让这些孩子 来到耶稣的这个跟前 耶稣在这个之前 已经教导过门徒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马可福音第9 36到37的这个经文里面 上个星期以后 其实耶稣有讲到 关于孩子的教导 这个是什么呢 他讲 于是领过一个孩子来 叫他们 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的 是接待 那才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故事之前 发生之前 这件事就发生之前 已经 耶稣已经有跟门徒讲了 已经有跟门徒讲 要接待这些小孩子 因为接待这些小孩子 就像接待耶稣一样 可是门徒有学习到功课吗 这些门徒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 又再次的排斥这些小孩子们 所以儿童呢 在当时的背景呢 通常是不被看重的 是卑微的 所以他们是没有分量的 所以被忽视的 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我们当孩子好像是宝这样 在那个时候 孩子是没有这些身份地位的 所以这个故事呢 也带出了当时的人 对孩子的偏见 对孩子有偏见 他们觉得说 这些孩子 孩子算什么 为什么要给他们来到 耶稣的面前呢 就是给大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就好了 这些孩子吵吵闹闹的 又哭哭啼啼的 为什么要给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 所以他们对孩子有这个偏见 虽然之前已经对这些门徒们已经有过这个教导 可是耶稣却没有 这些门徒却没有学习到这样的宝贵的功课 OK 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 也有这个偏见的这个问题 这个偏见 门徒可能对孩子有偏见 当时的宗教领袖也对一些卑微的人是存有鄙视 也有偏见 比如什么 好像收税的人 好像妓女 好像寡妇 这些宗教领袖也有对一些人 也有存在着这些不同的偏见 当然不只是对人 我们也看到这些宗教领袖 也有对耶稣有偏见 他们也是很排斥耶稣的 所以这个在神国的这个偏见 它是有很多种方面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是对孩子 但其实在当时的文化 它不只是对孩子 也有对不同的背景的人士 包括了耶稣也有这些的偏见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是 今天我们是否有用不同的眼光 看不同的人 我们有什么偏见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不配进神的国呢 有没有一些人不配进神的国 可能觉得说是有些人可能吸毒啊 还是杀人啊 还是同性恋者 可能我们觉得这些人不配进神的国 我们是否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这些人呢 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就是要排除对神国的这个偏见 第二呢 除了排除之外呢 很重要的呢 我们就是要分享神进神国的恩典 第14节看到耶稣就恼怒 哇 耶稣恼怒呢 就是生气 耶稣会生气的 耶稣是会发脾气的 因为说了不对的事情 得罪了上帝 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耶稣是会恼怒的 那他就对门徒说 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神国的 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 你可以看到 所以耶稣恼怒 因为门徒没有学习到这个教导 而且不了解神国 神国的真正的意义和在 所以神国呢是不鄙视任何人的 只要人们愿意到上帝的面前 神的门呢就会为他们打开 神就会开这个门 接受任何的人 只要我们人愿意悔改 所以他讲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 就是任何像孩子这样 跑向耶稣 就是凡是所有能接受耶稣的 就能进入这个神的国 神能接受各样的人进入神的国 我们能接受吗 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个神的国的这个恩典 既然各种各样的人都能 都有机会进入神的国 他们都可以像孩子这样的跑到 我们愿意到耶稣的跟前 我们能接受吗 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个 进入神国的这个好消息吗 既然是 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领受这个恩典 凡是都能跑到回到耶稣的跟前 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个好消息吗 第三呢 就是要追求尽神国的特征 OK 追求尽神国的特征 这是什么特征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纯正的这个信心 第15节告诉我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这就是说你一定要像小孩子 OK 所以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OK 所以要承受神国的 这边讲 就要像小孩子般 否则进不了神的国 所以这边呢 耶稣就按手祝福了这些小孩子们 耶稣就一个一个的 不怕吵闹 不怕他们的哭哭啼啼 一个一个的就为他们祝福 所以这边我们要看 在哪方面要像小孩子呢 要在哪方面像小孩子 耶稣讲像孩子般的 像来到神的国 是指哪一方面呢 耶稣不是在说孩子的什么呢 他不是在说孩子的脾气 不要像孩子这样乱乱发脾气 可能当时的孩子也没有乱乱发脾气 我相信 只有现在的孩子比较乱发脾气 像以前的孩子也是很乖很听话 所以他们没有像今天这样 孩子乱发脾气 所以不是在说孩子的脾气 或者闹情绪 孩子乱闹情绪的这种特征 不是 也不是在讲孩子的一个思维 他们的一个思想 要去向他们的一个思想 所以 这里不是在讲说他们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像孩子 像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心理 所以耶稣不是在说幼稚 不要像孩子般的幼稚 就是说不是childish but childlike 所以不是幼稚 而是像孩子般的一个星星 可是这个孩子般的这个星星 是不是等于说是一个盲目的星星呢 看到什么就是 所以 孩子般这里不是代表盲目的相信 人家讲 人家讲 这边 这边这个教会 他的圣水很灵啊 那你就要去拿那边的圣水 他们是盲目的 当然也不是迷信 也不是迷信说 哎呦这个 这个 这个灵啊 这个好啊 想别人做什么 你就跟随做什么 所以他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一个特征 其实 因为 什么呢 他也不是代表没有理性 没有理性 所以其实基督教呢 是需要有理性的 也就是说 信耶稣的人是需要知道 耶稣为我们死了 他死了 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 他死后复活了 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 所以他是对 整个故事 整个耶稣的生命 是需要有了解 有理性的 所以当我们讲孩子般的时候 不是说 哦 不用管了 盲目的去跟从 别人去教会 我们就去教会 哦 别人做这个 要这样做 他 你就跟随着这样做 完全没有理性 不明白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哦 然后把基督教呢 变成一种迷信 啊 那这样就是错了 OK 所以孩子般的意思 不是在指盲目迷信 哦 他是需要有理性的 所以 孩子般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般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孩子般呢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 这个纯正的这个信心 像孩子般有这个纯真的一个信心 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八到第一到第五啊 就有讲到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孩子来 叫他站在他们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哦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 他就有讲到 你必须要回转 哦 为什么刚才讲我们 啊 所有信耶稣的人 凡回转的人 悔改的人 啊 这边就讲到 然后再讲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OK 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啊 然后第四节呢 就继续的解释 大家讲 所以凡自己谦卑向小孩子的 OK 你可以想到 当时的小孩子呢 是很谦卑的 哦 你可以想到 所以耶稣可以用 小孩子来代表谦卑 哦 可能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不了解 这个代表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孩子 好像不是很谦卑 啊 我们现在想看到孩子 孩子好像是最骄傲的 在家里是最骄傲 最高傲 最不听话的 你懂吗 所以可能我们不是很了解 可是在当时 你可以看到 当时耶稣能用 孩子来代表谦卑 哦 哦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谦卑呢 变成一个 这个很纯真信心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代表 哦 所以 有这个谦卑 要讲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哇 最大的 有谦卑 越谦卑 你在天国 就越大 哦 你最越谦卑 在天国越大 第五节讲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哦 所以 你能接受这些小孩子 就是在接受主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我这天呢 只是要讲这个 纯正信心的四个方面 OK 四大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谦卑的心 哦 所以像孩子这样 有一个谦卑的心 他不会觉得说自己已经 学到了 自己已经会了 哦 这个可能 我们现在也是很难体会 哦 可是好像我们在去第三国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 很多都是会很谦卑要来学习 哦 你你叫他们可能只是叫他们折一个小飞机来飞 他们都会很愿意来学 哦 来说哎 这样折一个飞机 这样折一只鸟 哦 很简单的东西 他们都会很谦卑的来学习 哦 可能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就教他们 就讲哎呀 这个这样简单 我会比你更厉害 可能 现在的孩子 我们在新加坡的孩子 没有表现出这个谦卑 可是 在耶稣的年代 告诉我们 我们 需要有他们那样的一个谦卑的心 哦 来学习 第二呢 一个贴近的心 哦 小孩子 那个时候小孩子 你就像他们看到耶稣 父母把他们带到 还耶稣的面前 他们就会 要去给耶稣抱在 他的怀里 啊 要给耶稣抱在他们的怀里 为什么呢 其实你知道孩子其实是很敏感的 你 他们只会去找 他们感受得到爱他们的人 哦 如果他们感觉到 哎这个人很很很爱我 他他就会去找他贴近他 他牵他的手 啊 好像我们去泰国一样 我们去泰国一样 这些小孩子 他感受到你的爱 你是真心的 他们就会来到你面前 可能抓住你的脚 牵住你的手 还是来抱住你 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贴近你的心 所以这些孩子 所以这些孩子 他们没有排斥耶稣 因为他们也感受到耶稣的爱 所以他们愿意去贴近耶稣 给耶稣抱在怀里 然后给耶稣祝福 所以这方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向孩子来学习 就是愿意贴近 所以我们就是向小孩子啊 跑向耶稣 给耶稣坐在耶稣的怀里 等他来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也愿意这个贴近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 他不会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靠近他 第三呢就是依靠的心 可以向孩子完全的相信 完全的依靠 那知道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 走那个岗险 只有那个孩子愿意冒这个险 其他的孩子都不敢冒这个险 因为他跟那个走岗险的人没有关系 只有那个孩子跟那个走岗险的人有关系 所以他可以完全的信靠他父亲 完全的信靠 所以孩子也有这个依靠的这个心 然后所以他能完全的来依靠 因为孩子他没有赚钱的能力 他没有这个独立的一个方式 对吗 所以他只能依靠 依靠他父母来喂养他 来照顾他 所以当我们讲到像孩子那样 也有这个依靠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纯正的信心就是能完全的来依靠 耶稣 然后最后呢就是领受 领受 领受就是接受 很愿意的去接受 接受了耶稣的爱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大人常常有一个思想 什么东西都要赚取来的 对吗 什么东西都是要自己努力得来 当我们讲到 这个救恩是耶稣白白给我们的 我们就怀疑了 有这种事吗 有这样便宜的事吗 可是小孩子就不一样 小孩子 当你分享这些爱的时候 他们很愿意的去领受 你去指引他们的时候 你这样做才是对的 他们就会跟踪你 所以他们完全去接受去领受 所以他们不会说 哎呀这个 我不要我没有努力 我不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 他们很自然的去是会 跟他们的父母领受 一切的这些供应 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教导 他们都是默默的来领受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像小孩子般的 来学习这四样 有一个谦卑的心 贴近的心 倚靠的心 倚靠的心 跟领受的心 然后我们在学有的这个心之后呢 有什么果效呢 你看当我们有了这个纯正的信心 你就能完全相信神的功 耶稣基督在十字下上的功 因为有时候 你看如果没有孩子的这个心 我们看到耶稣真的为我死吗 耶稣真的复活吗 我们是可能会有猜疑的 可是当你有一个纯正的心 你是完全的相信耶稣的这个功 在十字下上的这个功 他的牺牲 然后也有相信 也会相信神的美意 每一样事情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可是我们就会相信 像孩子般的相信 每一样东西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 然后第三 也会接受圣灵的带领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纯正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允许圣灵来带领我们 我们不会把生命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会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 我们会说圣灵你来带领我 我们就会变成那个领受者 我们只是来跟随 第四呢 我们就会明白和广传神的道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的就会不一样了 你有信心的话 你读圣经是不一样的 它不再只是一个好像睡觉前的一个故事 它会变成是真实的 它变成是有活力的 所以你就会明白神的道 它不是只是一个历史 不是只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所以你要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你变得开始好像开窍这样 你就会开始明白 然后你会要去分享神的这个道 然后呢 最后我们变得会有一个感恩赞美的心 你知道的这些 你相信的这些东西 你的生命就会充满感恩和赞美 所以呢 今天弟兄姐妹 你有怎样的信心呢 你的信心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有时候是 现在的人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行我素 我要我享受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好 必须管别人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用管别人 可是 你连神也不管了 哈哈 我们连神也不管了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不能说我行我素 我们要学习孩子般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还是 有时候我们会保持距离 跟上帝 不要太过靠近哦 信就好 不要太过沉迷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你跟随耶稣 是啊你去教会就好 可是不要太过投入 我们我们的信心啊 就是有一个距离的 他不能像小孩子这样 这样安稳的 这样跑到这个耶稣的面前 要贴近他 他一直保持这个距离 所以当我们跟上帝啊 一直保持这个距离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因为你就领受不到 感受不到上帝的真实嘛 所以你的信心就会一直的掉 一直的掉 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家里 跟我们的同事啊 我们的家人啊 或者在工作的时候 跟我们的同事啊 每次都会保持距离 所以有时候久而久之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也认为说 什么东西都要有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他其实也会对我们的信心 造成一个障碍 ok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障碍 然后第三 我们是否是不是 认为是需要赚取恩典 是不是要去赚取 恩典还要赚取 恩典就是白白上帝赐给我们的 可是人很奇怪 他就觉得 什么东西都要去赚取 所以有些人通过奉献 去赚取神的恩典 有些人通过服事去赚取这个恩典 所以我一定要给神什么 我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给的越多 我得到的越多 这个不是一个交易 我们跟随神不是一个交易 所以恩典不是赚取来的 恩典本身就是上帝本身所赐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个极端 刚才是赚取 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挥霍恩典 你得到了恩典 可是你不珍惜恩典 你不珍惜恩典 你挥霍 挥霍是什么意思 浪费 就是浪费恩典 所以既然就是像罗马书说的 哇 神每次都有恩典 我犯了罪 上帝都可以原谅我 这样 我何不犯更多的罪 所以继续的去犯罪 不管 因为反而 耶稣都会赦免我的罪 原谅我 所以这个挥霍恩典也是错的 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这样 很乱乱的去浪费上帝的恩典 不在乎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这样你的信心也会有问题 就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今天呢 我们何不像小孩子般的来到这个神的跟前 我们今天再次的要像耶稣所说的 像一个小孩子 一个很简朴 一个朴素的一个孩子 不像新加坡 在一个繁华的社会 很多小孩子已经被这些社会给污染的 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但今天是一个很朴素 很纯朴的一个孩子呢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向他奔跑 让耶稣来抱住我们 在他的怀抱里 让耶稣来祝福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贴近他 靠近他 谦卑自己的心 来领受 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 就像今天我们都能这样的来回应 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是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今天 希望你帮助我们每个人 都能以一个纯朴的一个心 纯真的心 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要像小孩子般的 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 来跟随你 依靠你 求主啊 帮助我们谦卑自己 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 我们的孩子们 其实也已经受到很大的污染 不再像以前孩子那样 有一个很淳朴的心 所以主今天我们也要为孩子们 来祷告 我们的孩子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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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需要再次的得到你的祝福 让他们回到之前那样一个很 很谦卑 很淳朴 很依靠的一个心 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些杂念 骄傲 主啊 我们祈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孩子们 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些孩子们 我们看到的 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们 祈求主 再次的让他们有这个淳朴的心 主 我们也为着成人来祷告 因为我们成人每次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 每次都是以为自己需要去赚取这些恩典 我们通过服侍各样的参与活动 以为主这些都能赢得你的喜悦 但主 你只需要我们很简单 以简单的这个信心 很纯朴 纯真的信心 来到你的跟前 所以主 我们为着我们成人也来祷告 让我们能很纯真的 来贴近主耶稣基督的心 让我们的这个信心也能不断的增长 不受到任何障碍的这个打扰 是的 主 我们感谢三美女 这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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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